我觉得我很愿意来参加 比如说像这次台协啊 台办他们办的活动 就是一个我愿意用我自己的力量 可能非常微薄 但是我也愿意来参加 我也愿意去认识更多的人 可能只是单纯的多一个微信号 但是我觉得总有一天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平台能够遇到 所以这是对我个人而言的一个小小的一步 然后对于台湾青年的话 我觉得就是 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的 像刚才看幕式展现的那个影片一样 通过影片通过流媒体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人 知道大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有了一点点的兴趣 他们自然会去通过 比如说新浪微博啊 或者其他这种社交平台去了解 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个起航者的工作 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然后有很多人其实从台湾这边过来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大陆 通过这个分享会 他们也非常肺腑的去跟我们分享说 他从来不知道大陆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能让他们发现改变 发现每个城市都在进步 就已经是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了 而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意义 可能就需要媒体来进行宣传了 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互相合作的一部分 像这样的台湾师生啊 这种嘉年华活动 并不是只有像今天这一次 我们还其实还有经常去举办一些别的活动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窗口 都可以进行宣传 我感受最多的地方应该是人文的改变 因为深圳呢 它一直在发展自己的经济 它作为一个经济特区 在之前一直都是往金融这一块去发展 但是现在政府啊管理阶层 越来越多的去重视这个人文的东西 它愿意去挖掘这座城市的底蕴 而我觉得这跟台湾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文创啊 因为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留 是非常重视的 而深圳这几年也是越来越重视 对这一块的保护 一些比如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发掘啊 我觉得这是两座城市非常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好复材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切成立了个好复材的地方